从空中鸟看发生塌楼意外的地点 有逐一片废墟 杂乱不堪 位于中国上海嘉定市的一栋多层楼建筑 昨天下午在进行拆除作业时 不知何故突然坍塌 而且建筑物坍塌时 隔壁的一座酒店也惨被压重损毁 当局随后动员警方 消防和医疗团队 出动大型机械设备开挖 虽然到了午夜十二点半 搜救行动结束就出了六名受困者 但他们当中有五个人随后宣告死亡 另外一人目前还在医院抢救当中 上海政府已经成立专案小组 彻查他楼原因 而在云南 当地的连日大雨 已经在至少两个地方引发严重泥石流 不仅许多道路被土石切断 更有很多民众的住家岌岌可危 在景平县 泥石流已经夺走了至少三条人命 另外还有两百人失踪 数百人受困 当局派出上百人展开搜救 成功将三百多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而当局也向每一个灾民派发两万五千元人民币 当作慰问金 NTV7综合法党 稍微卫走 并gress攀岛 最后有什么事 中心